我叫辛迪,大家看到这个名字,应该会想到爸爸去哪儿中风一样的驢子 当然,我的年纪没有那么小,应该是大辛迪 我希望呢,在这套视频里,用最简单的语言,最有趣的例子 来引导大家一起进入加瓦编程的殿堂,享受编程带来的快乐 这个视频呢,应该是我们辛迪讲加瓦系列基础课程中的第一次课 主题就是加瓦是什么 如果你已经从互联网或者其他人那里了解到加瓦的一些相关信息 那么你一定会知道加瓦的长大 从一开始,加瓦就以友好的语法,面向对象的功能,类存管理 还有最棒的跨平台可移植性来吸引程序开发人员 在学习本课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到底什么样的人适合学习加瓦? 其实,我列出几个问题 如果你们对这几个问题回答都是是的话 那么这套教程非常适合你们 第一个问题,你对计算机感兴趣吗? 第二个问题,你打算学习加瓦吗? 第三个问题,你想要用尖色枯燥的技术对话吸引异性的注意吗? 第四个问题,你想要得到一份程序员的工作,借此来得到高薪吗? 听清楚这四个问题了吗? 如果以上问题你的答案都是是的话,这套教程非常适合你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加瓦的发展史吧 在1995年的3月23日,上公司正式推出了加瓦语言 这门语言具有安全、跨平台、面向对象、简单、适用于网络等显著特点 在当时以Web为主要形式的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过程中 迅速引起了所有的程序员和软件公司的极大关注 程序员们纷纷尝试使用加瓦语言来编写网络应用程序 并利用网络把程序发布到世界各地进行运行 包括IBM、UROKE、微软、Letscape、Apple等大公司 纷纷与桑公司签订合同,授权使用加瓦平台技术 为了让加瓦语言适应更复杂的程序开发 桑推出了强大的开发库JDK 从最初的1.0到现在的7.0,加瓦已经越来越强大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幅图 加瓦的1.02版本也就是JDK1 推出了250个开发类的支持 但是到了加瓦1.1已经增加了500个类 到了加瓦2已经出现了2300个类 而到了5.0也就是1.5级以上出现了3500个类 JDK的威力已经从当初的乌龟发展到了高等机器人 看完了加瓦的发展简史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加瓦的工作方式是什么 在了解加瓦的工作方式之前 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下加瓦到底要我们做什么 加瓦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写出一个应用程序 并且这个程序能够在支持加瓦的各种各样的设备上来进行运行 接下来又是一个问题 程序到底是什么呢 简而言之 程序其实就是我们用计算机语言编写的一系列的指令 比方说我对你的要求就是起来把书本收好 然后坐下 在这句话中我对你发出了三个指令 分别是起来把东西收好是第二个指令 第三个指令 坐下 而加瓦呢 要求我们使用加瓦语言编写程序 并且遵循加瓦的语法结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构成加瓦的工作方式的几个要素 分别是原代码编译器输出和JVM 首先呢 我们使用加瓦语言来编写原代码 原代码呢 会存放在文件里面 这个也就是原代码文件 加瓦的原代码文件后缀名是以点加瓦来结尾 接下来写好的原代码会由编译器来检查错误 如果没有错误呢 它会输出字节码文件 而这个字节码文件会由JVM 也就是加瓦虚拟机来执行 并且输出正确的结果 而这一切就是加瓦的工作方式 嗯 大家现在不理解 没有关系 接下来呢 我会写一个简单的应用程序 让大家看一看 写加瓦就是这么简单 我现在呢 打开了一个加瓦的ID开发环境 这个ID开发环境呢 叫做MyEclipse 它是IBM公司呢 花了4000万美元打造的一个加瓦的免费开源平台 我们所有人呢 都可以免费使用这个开发工具 MyEclipse打开以后呢 我在左边的这个package这里 新建一个加瓦的project 就是加瓦项目 嗯 test1 好的 在test1里面呢 有一个文件夹叫做src src就是原的意思source 也就是说 我们加瓦的原文件都会放在src底下 接下来我新建一个package package的话呢 org.cindy.test1 这是一个包 这个包的话呢 很像我们windows环境下的文件夹 点就是隔开文件夹的层次 接下来我们新建一个class 加瓦的类文件 test1 这个id环境呢 可以帮我们节约很多的编程的空间 它会自动生成一个public class test1 接下来 public static void map stream args 这个我们后面会介绍 这是加瓦的固定写法 是一个man方法 接下来呢 我只写一句话 我只写一句话 fistim.out.println 欢迎大家进入加瓦大世界 好的 到这里为止 我已经完成了一个简单的加瓦代码的编写 加瓦程序的编写 接下来我要编译和运行 这个myclips IDE开发环境呢 有一个好处 当我按control加s的时候呢 它是自动保存加编译 如果有错 会在左侧显示 一个红色的叉叉 比方说 我把println后面加一个123的1 左侧会出现了一个叉叉 代表我的原代码有错 当我把这个1去掉之后 这个红色的叉叉就取消掉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运行 刚才我介绍过 加瓦代码的运行呢 其实是由JVM 也就是加瓦虚拟机来运行的 myclips里面呢 集成了加瓦虚拟机 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控制台 输出了一句话 叫做欢迎大家进入加瓦大世界 大家看看加瓦是不是很简单呢 加瓦呢 虽然是以它的简单安全 跨平台等特性赢得了 广大程序员的这样一个支持 但是呢 为了更好的学习加瓦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自己要做到什么呢 第一 慢慢来哦 千万不要急 你理解的越多 就越不需要记忆 我们每天学习一点点 一个月以后就会很可观哦 第二 一定要做习题 写笔记 这次课呢 是我们的一个入门课 所以我不会布置练习 但是从第二个视频开始 每一次课都会有习题哦 请大家一定要做好习题 第三 大声的说出来 一定要主动交流哦 因为说话活动呢 会用到大佬的其他部分 如果你想要了解某些东西 或者增加记忆度 那么请大声的说出来吧 最好是能够解释给某人听 比方说你们的旅朋友等等 这样呢 能够让记忆更快更好 还能发现之前没有想到的事情 请试着去交流吧 第四 请把这套视频呢 当成你每天的必修任务 如果你是游戏爱好者 请把这套视频当做通关任务 每天至少完成一个任务吧 第五 一定要自己编写程序并且执行哦 你们可以编写每个视频中的范例程序 并且试着运行看看 试着变化并且改善程序代码 其实有时候改到出错也无所谓 有时候呢 这样反而会让你收获更多 好的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课 只是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了一下 加瓦到底是什么 从下个视频开始呢 我们每次都会有小小的任务 你能够一定能够完成 请跟着我一起来吧